你想要買美股嗎? 平常我們在生活上使用到的東西 很多都是美國的上市上櫃 我們該持有他們的股票成為股東嗎? 大家好,我是Wade 現在幣圈真的是非常的熊 GameFi也變成很多項目方來詐騙的一個手段 遊戲還沒上線,還不到幾天 就把我們的INO還有IDO的錢全部都ROG走 讓我們連遊戲玩都不能玩 賺錢也都不能賺 導致GameFi這個投資標的被這些團隊搞爆啦 我們今天就來回顧一下 當初ROG的GameFi 他們是用了什麼的手法 希望這些噁心的項目方不要再出現了 而我今天也會介紹一款 是使用加密貨幣來購買美股的APP 因為美股是另外一種投資標的 所以跟區塊鏈無關 今天的影片就不會抽NFT或是白名單 但是紅帽的分論一樣會有 投資就是要分散風險 像我自己就有投資台股還有加密貨幣 之前我也是想玩美股 但是因為有一些外匯的問題 然後還要辦國外的證券戶 我就覺得很麻煩 我就沒有去辦 而且再加上我台股也玩得非常爛 所以也轉戰加密貨幣 之後股票都沒有再玩了 而我最近才知道HappyTrade 然後它可以讓我們使用加密貨幣的USDT 來直接購買美股 而且它在辦證券戶的時候也非常的方便 只要上傳身份證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一些錢包地址之類的 而它辦證券戶的方式也非常的快 大概一到兩天就可以完成 所以我最後就使用這個APP來買股票 那像我們最熟悉的美股就有什麼 Google Amazon Microsoft 還有特斯拉 那目前的話我股票是買Google 因為我現在就是拍YouTube 而我們今天在HappyTrade上面買的股票都是真實的 它不是什麼CFD或者是零稅股的投資 只要你持有這個股票 你是可以獲得分紅的 也可以去參加股東大會 如果你想去的話 你的每一筆交易都會真真實實的在交易所上面呈現 假如你今天在HappyTrade裡面購買50股的Apple股票 而你就可以在另外交易所也可以看到 有一個50買入Apple股票的一個交易 所以可以不用擔心說 我今天買的不是真實的股票 那到時候如果你想要換交易所 它也是可以幫你換的 只要對方是一個合規合格的券商 那馬上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幫我按讚訂閱 Let's go 我找了四款GameFi來看一下它們有什麼共通點 然後就可以分析說 目前有哪一些GameFi 風險性會比較高 那首先的話就是第一款Nekowa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也都被Nekowa圈錢被騙走了 因為我自己也是 我大概應該是花600U吧 因為當時我是覺得 它已經是有遊戲了 然後 雖然我在影片中有說 它是沒有NFT的 因為它所有的資料全部都儲存在中心化的伺服器 所以 我是有說它不是一個NFT 所以到時候它跑路了 你在區塊鏈也是沒有任何的紀錄 那它當時的騙法就是 就是一樣先出遊戲 然後可以讓你做抽獎 抽盲盒 然後開始發行IDO還有INO 那IDO我們已經被騙完之後 它INO還繼續再騙 它應該大概是騙三次 它先IDO 再INO 然後再一次IDO INO的時候就發現它有問題了 所以我就馬上去改封面 然後跟大家說 不要再被IDO騙了 因為它等於就是一直用同樣的步數 然後之後它已經騙不到錢之後 就整個網頁都關閉了 所以其實 雖然有遊戲 但是它是沒有上鏈的NFT 也算是一個風險 不然其實這款遊戲移民就開發的不錯啊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它就不經營了 它裡面的遊戲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你可以選擇你的貓 你要去釣魚還是採蜂蜜 然後打木頭 進入遊戲的時候是一個立體感 然後也是可以選擇你要用BNB 你想要賺BNB還是賺它的那個Nekova的幣 接著第二款就是Poke Money 那Poke Money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一開始就已經覺得有問題了 所以這一款我是完全沒有進場玩的 它這一個角色 左下角這一個角色 它是有版權的 它這個版權是中國的一個IP 那這個Poke Money說這一個IP 是他們自己開發的 然後那些之前的好像好幾年前 是他們偷它的 所以就是關於這一點我就完全沒有去介紹 然後也沒有去加入 Poke Money的話就是大概有經營好幾個月 然後才跑路 前面的一定是有賺到錢的 那後面的全部都被項目方捲走 那他們是說他們被駭客到了 這個影片就是我有分析 它其實就是一直去蒸發幣 然後再把它拿去市場上賣掉 就是藉由這個操作 然後把錢全部都洗出來 把這些錢拿出來之後 就拿去Tornado那邊洗錢 然後洗到其他的錢包裡面 那關於這件事情其實就沒有辦法防範到 因為他本身的話 ERC20的合約是未開源的 然後他就可以從中一直蒸發幣 就說西加木被駭客到了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我是合理的懷疑 是他們內部的人自己蒸發幣 然後拿去市場賣 跑路的話有興趣的也可以來看這部影片 他真的是捲走了超多錢的 畢竟他一開始就已經騙人說 這個版權是他們自己的 所以就已經有一個點就是 他們是沒有版權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合約未開源 第三個的話就是瑪利歐 瑪利歐的話 其實他們的做法完全跟Pokemoney一樣 然後他們是去偷版權 直接把瑪利歐全部拿上來 然後這個是魔獸世界的logo 所以他等於是偷了兩個廠商的 認天堂然後魔獸世界的 而這一款比那個Pokemoney更黑心 他是連遊戲都沒有出 他單純就是你去Mint NFT 然後去那邊職壓賺錢 而因為之後被我問說 阿為什麼沒有NFT 然後他們之後就去發行NFT 然後之後就是用快賬的方式 空投回去給大家 然後這時候可能就會有人相信說 欸這一款遊戲有NFT了 那接下來是不是要再開發遊戲 結果之後他們就是完全沒有開發遊戲 然後反而跟Pokemoney的做法一樣 自己去蒸發幣 然後拿去市場賣 導致他們的幣一直下跌一直下跌 到最後就是跑路 所以經過Mario這個事件 他其實也是跟Pokemoney一樣 他是偷了版權 然後他們的ERC20未開圓 所以他就開始蒸發幣 然後就自己說 喔被駭客到啦 所以目前Pokemoney還有Mario這兩個 基本上Rug的模式是非常像的 基本上是一樣啦 只是Pokemoney比較好 有做出遊戲來 Mario是連遊戲都沒做出來 一開始也沒有NFT 然後因為被獎了才開始出NFT 第四個就是MyConquest 他們都說是這個就是叫魔衫 那魔衫的話 其實一開始我是覺得這個遊戲真的很不錯 他有分三種代幣模型 所以就可以讓遊戲不會那麼快死亡螺旋 所以這一款我就是有進去玩 而且錄的還蠻多的 而我當初的時候就是有買IDO 結果我買完IDO 他那個幣價是直接往下的 正常來說你IDO完之後 開始開盤這個幣價是往上的 結果這個魔衫竟然是往下的 所以我都覺得這個項目方一定是有自己在賣幣 因為一開始大家都想要賺錢 所以一定會去買他們的主幣 那怎麼可能一開始大家都是把主幣賣掉 而且量沒有那麼大 所以可以合理懷疑他們自己把幣賣掉 那因為這個東西我就沒有去看了 因為那時候太忙了 而且之後他也確實有遊戲 然後也可以賺錢 前面我都覺得還不錯 每天至少都有6U 6U可以領 結果某一天他們就整個ROG了 他們把所有的池子都拔掉了 我自己的理解是IDO還有INO太少人進場 然後項目方賺不到錢 所以他們就過幾天 就把他們賺到的錢全部都拿走了 假裝我今天是一個項目方 我想要在這個遊戲賺100萬 結果今天IDO還有INO的人進來 我只賺了120萬 所以其實我只會留20萬給有進來玩遊戲的人挖 那這時候20萬挖完之後 項目方是不是就是開始 從100萬開始call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哇自己沒有賺錢 那我是不是應該跑路了 所以他們就是這種IDO INO 圈錢圈太少 只留20萬給大家挖 然後你們挖完 那他們就跑路 所以我現在拿這4個GameFi的例子來說 我這邊是有找出4點方向 第一個就是 你Token的智能合約要開源 然後也要看他是不是會增發幣 因為正常來說 你說這個代幣可能 100萬顆 那他就是100萬顆而已 不可能 你在智能合約有給他Mint那麼多 那這樣就是跟一開始說的不同 那也沒有必要玩 第二個的話就是 你必須要有NFT阿 不然稱不上GameFi 第三個的話就是熱度要夠阿 畢竟人多的地方就有錢賺 那以魔3的例子來說 你就是因為熱度不夠 然後因為IDO INO錢太少 然後導致項目方可能要開始虧錢了 他們就順勢的跑路 常常最有可能跑路的就是這種版權 因為他就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說法 說 喔因為這個版權 我們沒有拿到 所以我們盡力了 我就直接順勢ROCK 那接著我們就要來介紹新的投資標的 黑幣Trade 那這一個是可以支持用USDT購買美股的 一定會有人問說 為什麼我一定要用UST買美股 我去用台幣換美金買不就好了嗎 那因為我們本身在幣圈就是會有USDT 反而我自己是連美金都沒有 所以黑幣Trade就是比較適合我們在幣圈生存的玩家 USDT在手投資標的無窮 就是非常適合在幣圈走跳的 想要買美股的人 而且黑幣Trade還可以讓你快速的直接辦好證券戶 就只需要提供身份證 你就可以輕鬆的開戶 他們是有收到監管 並且有ASIC的牌照 那這些的話都是可以在官網上面去看到的 那如果擔心他們造假 你也可以直接到ASIC的官網上面查詢 那待會我們就直接使用手機操作一遍吧 因為黑幣Trade是有上Apple Store的財經 所以這個審核是非常難的 讓他的真實性又大大的提升 接著我們一樣回到官網 因為我們買美股或是台股 最重要的就是那個手續費 所以這邊有一個手續費的收費表 這邊是有清清楚楚的寫出 他的話是要怎麼收費 我這邊看這邊調成中文的 接著我們就來算看看購買美股時 我們是需要支付多少的手續費 美股不像台股有一張等於一千股的概念 所以如果我今天買50股的話 我就需要付交易佣金平台使用費還有交收費 50去乘以0.02是1U 然後50乘以0.01 他這邊雖然是0.5U 但是每筆訂單最低收費是1美金 所以其實0.5的話他們會算是1U 接著50再去乘以0.0035是0.175 那他有超過最低收費 所以最後你要給的話就是2.175 那如果你今天只買一股的話 我們也來算一下0.02 但是因為你是最低要收1美金 所以他也是1U 然後0.01去乘以1 也是要收最低1美金 0.0035去乘以1 0.0035 也是沒有超過這個最低收費 所以最後的話是1加1加0.01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省手續費的話 你就不要一股一股買 因為你會在手續費上面虧損很多 而第三格跟第四格是賣出的時候才會收 後面其實又有說明是要給哪個收費方的 他們就是有要給美國證監會 還有美國金融業的管理局 所以這個股票是確實一定是有買到的 而不是那種CFD還有零稅股 接著我們就直接用APP來操作給大家 手機如果是iOS的話 你就是首先到App Store 然後在這裡搜尋 Habit Trade 然後第一個這邊就是 然後按下載 那因為我是為了掩飾從一開始還沒有安裝的人 所以我剛剛就是把APP刪掉 那我們現在就是等他安裝 安裝好之後我們打開 因為我現在這邊有一隻是已經註冊好的 另外一個是還沒有註冊好 所以我可以剛好讓你們看一下畫面 註冊完成之後我們進來按交易 你可以看到你需要先開通 你才能購買美股 所以你是需要提供身份證 錢包地址 還有綁定的信像 那接著我就是去登錄我已經開通好的畫面 好我登錄了 開通好之後 這邊會是需要登錄你的交易帳號還有交易密碼 那到時候你只要辦完了你就可以拿到 接著登錄 你就可以看到我現在裡面總共是有132USDT 而我已經有購買一個美股了 我第一個美股就是先買Google 我真的是從來沒有買過美股 那是這個APP讓我第一次買美股 那因為我現在是已經買完了 所以我就大概跑一下流程 不會真的買下去 我們按自選 然後選擇 谷歌 然後就可以按買入 BBO的話就是市價的意思 那你現在選擇1就是異股 然後50就是50股 接著你按買入 你就可以購買到你人生中的第一個美股了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手續費是怎麼做計算的吧 我們一樣就回去上一頁 然後可以按交易 然後右上角這邊有歷史訂單 那當初我買的時候是異股的Google 然後他的手續費是給我收2.01EU 那如果不知道怎麼計算的話可以回去前面看 我這個異股的話就是變成1加1加0.01 所以他確實是這樣做計算的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買美股 但是你不太知道要投資什麼 你可以來這邊發現 這邊會有COMBO的投資組合 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投資 像是科技一點的公司 你就可以去找一下後面科技星星 那點進來他這邊會幫你列出 目前有哪些公司是符合的 像是Apple啊Google這些都是 然後你看假裝我今天想要買Apple 我點一下Apple這一個欄位 他就會幫你跳去剛剛的那個交易畫面 而為什麼現在App裡面會有這些COMBO組合呢 因為他們會定期舉辦預測贏大獎的活動 你必須要有積分才能去參加 那你的積分是要去哪邊拿呢 你按我的然後積分中心 那這個積分的話是可以透過簽名每日簽到來獲得 或者是你用其他任務來獲得 那下面的話會有一些特殊任務 獲得的積分會比較多 那到時候你就可以到活動裡面 因為目前是沒有活動啦 所以我們就找一下之前的 第三期COMBO預測 點下去 那這時候這邊就會有一些他的規則 你只要投資的積分越多 你瓜分到的獎金就越多 那第三期的獎金總共是到達了 8777USDT 那這一期的基礎獎詞是5000U 每一期都不固定 那為什麼會標到8777U 就是因為只要今天有玩家去加入 每一次加入是50積分 那他就會在獎詞增加1U 但是目前的話活動已經過期了 所以可以趁現在先 每日簽到去拿一些積分 未來只要有COMBO的活動 你就可以開始預測了 那未來如果你已經 完美股玩到賺錢的話想要出金 平台的話要求至少你要有100U 你才能出金 那出金的部分的話就按交易 這邊有出金申請 那入金申請的話我這邊就不教學了 你應該都會 那出金申請也是點下來 然後這邊會有說最低出金為100U 這邊的話我總整理 Happy Trade與傳統券商的差別 第一個就是KYC審核快速 你只需要1到2天就可以審核完了 第二個是你不用用美金帳戶也可以申請 就等於我今天完全是不用去辦什麼外匯帳戶 我只要有身份證 然後剛剛說的錢包地址 這些都是可以直接申請的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 他們有最低的入金門檻 第四個是支持USDT購買美股 就可以去省其他的國際換會 像我今天想要用台幣去買美金 那美金再去買美股 這邊就是有換會的問題 那我前面也有說到 為什麼我們要用USDT去購買美股 就是因為我們平常手上就有USDT 但是我現在手上卻沒有USD 所以今天你是沒有USDT的人 你就是可以選擇類似 First Trade這種傳統的方式 那如果你今天手上是有USDT的人 就非常適合使用Happy Trade來購買美股 而且他們是有收到ASIC的監管 並且持有牌照 客戶資料然後資安的安全交易都會受到保護 未來如果你想要轉移到別的券商 只要是合規的券商 這個Happy Trade也是可以幫你轉移的 關於股票分紅的話 也是直接到Happy Trade的賬戶裡面 等於我們今天入金USDT 中間萬層USD去購買美股 都是這一個平台幫你去做處理的 那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有問題都可以來Discord詢問我 謝謝大家下次見 掰掰 拜拜